男孩啦啦對女神李多惠擁有精緻樣貌 火辣身材 自來台發展後人氣質居高不下 先前她曾在Youtube影片中公開表示想在台灣落腳 最後就被媒體拍倒與六名男性前往民宅 迎來不少網友推測她可能已經找好房子了 日前李多惠也更新影片親自曝光了真相 她與韓國團隊合作 拍攝一系列台灣主題的企劃影片 為了更方便工作因此租下了短期的房子 從開箱影片中可以看見房子是別墅形式 面積約80坪 室內狀況十分簡約溫馨 有很多房間還有地下室 足夠容納整個團隊 而且價錢也不貴 讓她十分滿意 此外李多惠在企劃影片中吃了很多台灣美食 影片的題材質感獲得我很黃讚 因為她和團隊把台灣拍得很漂亮 儼然是最有魅力的台灣觀光女神 請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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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按讚